剑齿虎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剑齿虎原名为科特克里德 是一名三级变种人 也是一个超级凡态 在原著漫画X战警起源剑齿虎的故事里 剑齿虎原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 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和兄弟都被他杀死 而他的母亲则是被他照顾直到去世 在电影《金刚狼》一里剑齿虎的起源 则改成了是一个农场园丁的儿子 也是金刚狼同父一母的哥哥 知识二 剑齿虎作为金刚狼的一身之敌 他的能力设定和金刚狼几乎一模一样 他拥有锋利的虎爪和虎牙 也和金刚狼一样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 以及能够长身的一能 虽然能力相同 但在力量 速度 观察力和感知力方面 剑齿虎都比金刚狼强 金刚狼没有注射爱德曼金属之前 完全不是剑齿虎的对手 而后来金刚狼注射爱德曼金属之后 剑齿虎就不再是金刚狼的对手 知识三 在目前的影视作品中 一共出现了两个版本的剑齿虎 它们分别是在2000年上映的电影X战警日 牛泰勒没人饰演的剑齿虎 这个版本剑齿虎的形象比较贴近于原著漫画 而另一个版本则是在2009年上映的电影金刚狼一里 流列为施瑞伯二试验 这个版本的剑齿虎知名度则是高于上一个版本 知识四 在电影金刚狼一语 剑齿虎曾和史翠克达成协议 他为史翠克抓捕变种人 而史翠克则是给他注射爱德曼金属 但是之后却因为他的身体承受不了 最终没能成功注射 这一点其实也暗示了 剑齿虎虽然在战斗方面强于注射爱德曼金属之前的金刚狼 但是他的自愈能力并不比金刚狼强大 知识五 在电影金刚狼一的结尾 剑齿虎与金刚狼重归于好 并且合作打败了死士 虽然最后二人分道扬镳 但是也不在计较之前的仇恨 其实在漫画中 剑齿虎和金刚狼在洛基山脉的酒馆相遇之后 在金刚狼生日的当天就杀死了他的至爱银虎 从此二人结下了仇恨 此后每年只要是金刚狼生日 剑齿虎就出现并挑衅他 即使有一次金刚狼失去自愈能力 剑齿虎有机会将他杀死 可剑齿虎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戏耍和挑衅金刚狼是他的乐趣 知识六 剑齿虎也是魔形女的众多情人之一 而且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 名为格雷森克里德 他的儿子虽然作为变种人的后代 却没有任何超能力 后来变成为了反变种人组织 人有会的首领 请不吝点赞订阅